希望在五十五歲 五六十歲吧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希望越早越好 大概在2014年的時候 元件雜誌那個時候 做了一個週年輕的專題 是一整本叫做養得起的未來 那麼從那一年開始 台灣每年增加一個percent的 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 同時台灣的勞動人口 也在那一年開始做一個逆轉 就是開始負成長了 就每年減少18萬個 可以工作的勞動人口 那這一次我們跟中國信託 比較特別是說 我們是用家庭的概念 就是先生跟配偶 兩個人為單位來做 你的家庭樂活想退指數 分數是不及格的 就是說家庭的準備指數是不及格 這一次調查也發現說 有四成人說他根本還沒有準備 然後我們問說 那有準備的人 大概是幾歲才開始準備 那差不多39歲多 可是多數人呢 不到那一天 他可能不會真正開始動手去準備 所以我們這一次調查 反映了一些問題 可以讓大多數人可以來做參考 保本吧 收入 保本會比較重要 保本吧 我覺得應該夠吧 因為我們就是夫妻兩個都買醫療險 對 是還滿足夠的 應該不夠吧 我只有全民健保已經不夠了 就是錢越來越飽啊 錢越來越 感覺現在就是因為大家都 就薪水比較少啦 所以你要存錢好像變得比較辛苦一點 真的得了什麼慢性疾病啊 或者是比較臥床不起這種比較長期的話 就會真的比較擔憂 金錢會不夠用 還是需要吃老本的話 對啊 就會比較擔心一點 大家在退休的這個準備的這個工具都相對的保守 那這個保守的工具有時候是沒有辦法去抵抗我們的通貨膨脹 台灣現在才是低利率 那歐美到日本可能都是負利率 那利率的衝擊呢 其實會連通膨都沒有辦法抵抗了 但是如果你要從退休金的角度去準備你的退休 不管從金流還是你的醫療在準備的過程 你一定是要一個比較穩健 去找有比較固定的現金流進來的產品 你要先去想像我的退休要長成什麼樣的退休生活 那個會更有幫助讓你去完成你那個退休金累積 跟儲存的準備的那個效果 投資跟退休跟所有的像保障那些保險規劃都一樣 都是要紀律 按照你的規劃好的方向就開始走 有紀律有檢視 最後才會有一個比較我們想像中 我們要的一個成果跟效果出來